大家好,这里是小鱼厨艺 农村田径的梨头草 不仅能观赏,还能清热解毒,消炎止痛 它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中药材 今天呢,我带朋友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植物梨头草 梨头草别名紫花地丁 这植物在我们农村很常见 但是好少有人知道它的价值与用途 最近几年已经有很多野菜开始进入到人们的餐桌上了 像祭菜,马齿县,福古英等 都是以前农村遍地没人理的野菜 但是现在被人们发现了价值之后 也就摇尸一变,成为了失受人们喜爱的风味野菜 梨头草就是其中之一 农民都叫它紫花地丁 这种野生植物,它的根茎非常短和厚 它们是白色的,通常呈醋状分布 梨头草叶子的边缘有规则的锯齿 有些叶片呢,形状酷似梨头 所以啊,人们又叫它梨头草 梨头草,它的花朵非常的漂亮 所以啊,有一定的观赏价值 梨头草,它的花瓣呈紫色 非常的漂亮,很精致 所以把它种在花盆里 到着盆栽拿来收卖就比较值钱了 朋友们可以养护几盆梨头草放在家里面 它的花期是比较长的 到了九月份时候,梨头草还会有少量的花朵啊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这路边不起眼的梨头草在生活中呢 也是一味不可多得的中草药 关于它的具体功效和价值 我会在评论区留言给大家分享 朋友们,你们家乡有这种植物吗? 你知道梨头草对我有一些妙用吗?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